哈囉大家好我是RT 我們屈原乃戰國時代 處世企業的頭號業務員 正所謂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想當初處世企業在儲裝王時期 早已是春秋五大公司之一 那個員工跟分公司可說是多到一個屌炸天啊 後來有一天 處裝王帶著小弟要去一座公園前606公尺的地方 說是要去跟陸魂會社的三賊王跑業務 就在他路過周都巷的時候 看到一間賣頂的店 名為周 就進去問這周頂的大小輕重容量如何 他本來只是想買個新的頂回去煮火鍋 結果這一問一發不可收拾啊 被旁邊的小弟傳來傳去就這麼傳成了問頂中原 還有我們儲裝王只好硬著頭皮秩序打拼啦 然而好景不長儲裝王之後 處世企業就開始走下坡 各種大案子屢談屢破 業績是大大的減少 卻還能當上戰國期公司 你說這其他公司是有奪費就有奪費啊 後來終於輪到了儲懷王當CEO 而就在這個時候有那麼一間公司 飛黃騰達了起來 那就是琴黃企業 正所謂招勤募除 我們處世企業只能屈居老二 然而這個琴黃企業啊 野心非常的大 想要併吞全中國的公司 於是另外六大公司當然不可能讓他如願啦 就偷偷的私下聯合起來 說要一起去放火燒琴黃企業的公司 那傳說中的聯痕 後來琴黃企業派張儀去收購 楚氏企業 然後這個張儀就先騙 楚氏企業跟齊天烈大百科 斷絕生意往來 就在這個時候 屈原終於可以登場了 當初這個案子本來就是他遷來的 因此屈原極力反對 結果張儀早就用他的舌頭 收買了楚懷王身邊那個能幹的秘書 鄭秀 還有那個最愛拍楚王馬屁的部長 敬上 於是在這兩人的極力殘言之下 屈原就這麼被調職 發佩邊疆 還放五星價 後來楚氏企業跟齊天烈大百科 果真斷絕生意往來 而張儀先前說要給 楚氏企業的六百間分公司 就這麼變成了六間 氣得我們楚懷王是歸然趴火啊 立馬請人去砸他們位於 丹陽的場子 結果 全都被警察抓了起來 殊不知這些被請去砸場子的小混混 非常的不講義氣 全轉成了污點陣人 於是楚氏企業被秦皇企業這麼一告 就賠了八萬美金 還被暗中砸了不少分公司 於是楚懷王回不當初 為什麼不聽屈原的話 就把屈原找回來再次去 齊天烈大百科談生意 結果張儀再次從中伸舌頭 說來個秦楚聯誼 於是齊天烈大百科這麼一看 楚氏企業這個強頭草 搖來百去的不可信任 從此不再往來 後來秦皇邀楚懷王一起去武官 喝花酒 居原一得知消息馬上傳來 給楚懷王勸他不要去 肯定先人跳 殊不知懷王的幼子 紫蘭 跟秦王游染 竭力慫恿懷王前去赴約 結果楚懷王就這麼一去不復返 最後克死他鄉 於是楚氏企業只好請回好久之前就去 齊天烈大百科實習的長子 回來當CEO 史稱請香王 然而此時的秦皇企業已經收購 楚氏企業40%的股票了 並吞之旗不原意啊 後來請香王 紫蘭 鎮修 鏡上 還有屈原 五個人主隊刷烏妖王 結果除了請香王以外 其他三個人都手殘到不行 我們屈原是邊打邊罵 到底會不會打 連我阿嬤來都比你強勒 於是這三個人聽了就非常的不爽 再次的向請香王殘言 我們的屈原就這麼放了最後一次的 如新架 後來秦皇企業的猛將 博企 搶了楚氏企業的核心大客戶 尹都嚇得楚氏企業上下是肝腸寸斷 而此時正在蜜羅江旁網咖打low的屈原 手機突然這麼一 看到了這則訊息 更是心灰意冷 還被另外四個隊友雷了一頓 大刺而生 眾人皆非我獨行啊 說完就掛網 鍾離二石頭 跑去蜜羅江旁善心 還碰到一個死殘爛打的死魚夫說要賣他包包 結果偷走他的錢包 於是 烏肉偏逢連夜雨 大便更欲沒撤子的屈原 再次大叫了一聲 幹還我錢包 就這樣投河致敬 時間剛好二十分鐘 人家投降 你投河 退步海闊天空 人家投降輸一半 屈原投河 就只能在河底吃粽子了 然而我們的屈原其實並不信屈 後來有那麼一個機緣 我在台灣海峽有幸撿到屈原跑業務的名片 上面寫著 姓滅市區名平治緣 人稱滅區平原 沒錯 我們的屈原姓滅 不姓屈 那這個姓是一個家族所有後代的統稱 市則是派出去的分支 後來市還因國而不同 因官位而不同 因此儲裝王也姓滅 滅月也姓滅 跟屈原都是同祖宗啊 難怪都是富貴人家 後來中法崩壞 戰國以後連平民都有了姓 因此得名 死活老百姓 行漢以後更是姓氏合一 就變成現在的單一姓氏了 我是RT 不到昨天才知道咪怎麼唸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在下面按個喜歡 或者分享 幫我的粉絲團按個讚 有什麼感想或者心得 也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對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能夠死活了 謝謝大家 我們會不會回家 會不會回家 因為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邸